我们挑一个自己喜欢的是吧 大家评价一下 差别的呢 这个好吃 对啊 你看它一看就是夹得比较透 这个它还不是透的原因 这个香 这个麻花在和面的时候 里面加了比较多油 对 这个麻花和的时候 加的油会比较少 我们知道那个面团里边 有一种面筋蛋白 就那个面筋球 就是那个面筋蛋白 而你因为油和面的时候 油就阻断了这些面筋蛋白 直接互相交连 它最后就比较容易散 这太好吃了 而且里边有油 所以我这就是那个饭 又香又酥 好吃的 就是油多不健康 太铁压了 太好吃了 我们今天是一个 特别万恶的油炸的一期 晚上看的话 请自备消夜 高品质的风味 源于信任 本节目有一种信任 叫加勒福的安心食品领导者 加勒福赞助播出 谢谢加勒福 Brian我们今天 已经那么多油炸的了 你还有其他的杀手锏吗 有一道杀手锏 今天我这道菜呢 名字叫做天下大同 因为我知道在座的 所有嘉宾来自不同的地方 李旦来自于内蒙古 然后姆庄亭女士来自于 我们北京 然后我们的云先生 来自于我们的四川亚安 然后孟瑶来自于这个云南 所以说我选用了 每个人家乡不同特色的食材 那像李旦他们家乡 有一道特色的油炸食品 叫做油炸奶豆腐 所以今天我选用了这个奶豆腐 去配了一个我们法式的鸭胸 因为我一直做法餐 然后我们也选用了这个 云先生老家的这个辣酱 然后我们去结合了贵州的 特别好的一个辣酱面 辣椒面 把这个四川的这个辣油 和贵州辣椒面 做了个结合 我们有个北京的这个豹肚 然后豹肚沙拉 还有一个这个灌肠的米丸子 米丸子里包进了灌肠和芝士 然后所以是比较突破 那孟瑶的家乡云南 有很多菌类比较有名 所以我们使用了一些口膜和一些 松茸之类的食材去烹饪 所以全部都是用油炸 你这顿饭 你这一期挺贵呗 这顿饭听着挺贵 对 都是炸反正 但听起来挺复杂的 我们别饿着我们 好 没问题 那你先忙 辛苦了 不客气 其实就跪在你最后多 跪在松茸那一下 你松茸炸的多糟糕 我下次给你寄一点好吃的油鸡松 油鸡松 对 我太香了 就是因为它新鲜的时候只有那一季 我突然想到我们内蒙有一个东西 也特别过分 叫油渣 油渣 我们那是羊油渣 弄一块羊尾巴 然后开始炸 最后就是 我就是油炸油炸 继续炸油炸 最后成为一个那个东西 我觉得好爽 最后就还回来去炸 还是一块油 它吃的时候怎么吃 直接吃蘸点盐 你们还好是蘸盐 像我们是蘸白糖 那太罪恶了 你想想一个油炸的油渣 对 油渣应该是油炸食品里最狠的 炸油 它就是 而且那个确实是经过长时间的加热 就是剩下的油 太爽了 太馋了 但是好像各个国家对于油炸的用途不太一样 上次去吃了日本很有名那个天妇罗 我觉得挺震撼的是在于 它是用一个油炸的手法 它其实是为了保鲜 就是它把那个鲜味定在里面 就是它的那一层油炸 不定我直接吃 我用我的嘴保鲜泡 它可能不太香 就是油炸完了你还是觉得它香 我其实一直对偏富国是有一点偏见的 为啥呀 我就是那个感觉嘛 就挺好的东西 干啥呀 我也没有油炸 挺好的东西干啥呀 它不是油炸 它是靠外面那一层油炸的温度把里面的食材蒸熟 对对对对对 就是它吃的里面那个是 所以就是我肺解的地方 就是 它其实是用了一个手段 然后把它那个鲜味定型在里面了 就觉得好风液厉害 它外面裹的一层淀粉啊 因为你一砸就特别快的凝固了 它在里边的那些东西就出不来了 它包住了 所以我吃天妇罗 能不能选择把那壳扔了 完全可以啊 那个是不是更好 老板打牛 没有咱们就按这么说嘛 对不对 有没有道理 其实有道理 那你那个淀粉和油又破坏了它的香味 我就应该把它都扒开 就吃里面这个香 完全可以 一瓦壳去掉 就是油炸食物最厉害的 就是它的那种口感酥脆的那种 就是crack 就是因为还有很多人 确实就是喜欢这个声音 以前我在美国做研究的时候 他们想知道怎么样让那个声音更吸引人 比如说什么成分都一样啊 就你怎么加工这个食品 让那个嚼起来的声音更吸引人 他怎么说他说 这个实验怎么做啊 弄一个装置 磨你牙去咬那个食物 放一麦克风 还把那个声音录下来 我们去分析那个波形 有结果吗 就是怎么样 在最后只是查了一些文件 在最后那个公司就是公司运行嘛 到年底说明年没钱了 不做这个 他这个声音有时候你晚上吃 是一个很强的罪恶感 对我就特别烦 晚上有人在旁边吃薯片的那个声 光是你烦 他吃的那个人也烦 然后一边吃一边恨自己 就提醒自己 又吃了又吃了 所以你有没有一个经验 就是听到有人在电影院里边 非常小心地嚼爆米花不出声 我是含软的在吃 我觉得特别过分 因为我自己都会被打扰 我觉得旁边的人也更烦我吧 就是我就喊一喊在嚼 你这么嚼的时候 你会失去那个平常吃爆米花的快感 对所以我就看电影 其实很少吃爆米花 因为我自己是不大喜欢吃爆米花 我很少 所以我没有这种感觉 不是 这个就是你们研究的 说哪一种声音让你愉快 就是说对它来说爆米花硬了 如果就是有一些 你去嚼很硬的东西 它传的那种咔咔的声音 是可以又硬 它会直接就是这样上去 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大家经常会说嚼脆的东西嚼的脑袋头 它就是说那个嚼的声音 一个是频率 那个声音声量高低 还有那个持续时间的 物体密度 长短 物体密度 就是说你嚼的时候 它那个声音持续长还是短 还有一个就是说 那个声音强弱 所以它那个分析那个波形 还挺复杂的 说到油炸食品里面 是不是因为它脆 它这个声音 脆不是主要的 前面还有一个词叫酥脆 就是那个酥取决于 你咬脆的时候 它不会震脑袋 就是说为什么说我们喜欢这个 油多的时候 其实是酥 对 像这个麻花的话 因为它比较粗嘛 所以你看里边 它还有一点那个白色的部分 对 白色的部分 其实就是它还没有炸 对 你看外边这个颜色的这部分啊 它就是特别酥 如果它这个油放的更多的话 甚至到那个麻花都不大成型的时候 那个更酥 油炸的这个东西 我们戒不掉 一开场大家那么高兴 它是不是骨子里面就天生在的呀 当然 当然这个DNA记住了 这个事情真有人研究过 这个呢 一个可能是说 我们对脂肪 脂肪是相同量下 这个孩子量最高的嘛 你看在远古的时候 你吃了不饿嘛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油炸的时候 它产生的那种香味 炸肉呢 有蛋白质 它最后形成一个美丽的反应 油炸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这种香味 为什么就是说 那老吃油炸食品啊 老吃糖的人 他就会需要吃的越来越多 他能够得相同的满足 真的呀 如果你永远吃同样的量 开始的时候很满足 到后来 你就已经不能让你快乐了 对 所以说它很罪恶 对 所以说这个就是 为什么说这两种食品 让你欲罢不能啊 对 它还有一个 爱就是想要伸出手去 我研究过 因为我一个专业减肥 30年的人 我研究过 成果特别显著 成果真的是 对对对 开玩笑 开玩笑 没有没有 我已经那个天使运了 没有习惯但总的 因为所以我就专门研究过 任何的就是说 如果你把肉和那个碳水 你分开吃都没有关系的 那么油炸这件事情 最恶在于 它把用淀粉裹着肉类 然后再经过油过滤了一下 它所产生的那种热量 能够让你发胖的东西 是加倍的 然后你再炸点糖 对 你说你今天要把肉分开吃 或者明天要把那个什么 然后最可怕的就是高油 高碳水 然后加上高糖 所以你想想什么东西最邪恶 然后过完了以后 最后再蘸点糖吃 白糖 对 这东西还吃得很愉快 越吃越多 对 有炸糖的吗 有啊 有点冰淇淋啊 对对 你看 这个就是 人真的是 就是 那个糖三角 一吃那糖出来 多好 云南不是叫什么 乳扇 对 炸乳扇 对 炸乳扇碗里边还要裹巧克力酱 那个东西应该是因为元代那会儿蒙古人去了 有的 我不太相信云南当地人会那么吃奶 大理那边就是 那是那个 酱油小碗子也是你们蒙古人去的 在里面炸了好多奶酪 我刚刚在说的这个油炸的东西里 我总觉得好像吃油炸的这个事情 它是跟年龄有关系的 这个脂肪确实有很多人 年纪上了年纪之后 他那个胆汁不足 就这个 而且会让你很快就感到不舒服 吸收不高 是的 你知道我之前 因为每个星期可能有三天在外面拍餐厅 我会去餐厅里面去拍采访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摄制组所有男孩都是喝饼可乐 只有我一个人拿着保温杯 就一直被他们嘲笑说是老奶奶 自从90后开始拿保温杯泡枸杞 我觉得我好年轻 就拿保温杯觉得一点都不尴尬 对也变成流行的 是不是因为大家都流行朋克养生了 其实泡枸杞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 有用吗 问问 原来是给解释一下 泡枸杞到底有没有用 就跟喝茶喝咖啡差不多 就一种饮料 对吧 就这种饮料还比较好喝 如果你觉得好喝的话还挺好 就心情会好 其实没有什么养生的 而且给你一种 就是说主要是它有一种仪式感 你会让你觉得我是很注重健康的 我在养生 尤其旁边的人在喝可乐 吃完油炸的喝点茶 解解腻 这个特别爱说这句话 柠檬水也是解腻 对我们在喝柠檬水 年轻族 朋克养生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今年吧 反正我去年写过一篇跟这个有关的文章 我也不是不能确定是不是我原创 反正讨论了一下 就是朋克们怎么养生的 就是如果你说一个90后 甚至95后都开始养生了 那么它一定 这事跟刷信用卡一样的 它一定是在别的地方造的太过了 对 就是属于这种一夜不睡觉 然后第二天觉得说 OK我练个太极拳 我又能补回来 因为这个长期的以来 中国有这个传统 觉得养生嘛 什么时候都要养生 从小时候开始不养 补一直到老 还处在那种 就是吃喝来养生的这个阶段 比如说吃油炸的 会说少吃上火 对 少吃上火 其实就是它太油了嘛 你会肚子不舒服 就是因为你可以某种不舒服嘛 然后我又说不出来 它到底说为什么 那天不是有人说了吗 是因为你没刷干净盐 对 那个是甜食 是牙刷不干净 你会里面 那个油炸这种 就是因为你吸收不了那个脂肪 最大的可能性 因为它已经油炸了 就是食材很不新鲜 有问题 所以你就生病了 那不是油炸的错 是你 但是这道理是一直是这么讲的 但怎么就跟朋克养生就挂上了 就年轻人突然之间意识到这点了 好像就是这两年 因为年轻人吃完油炸食品 真的发胖了 而且我觉得主要是 现在我们的这个自媒体朋友圈太发达了 你干什么事 你的整个朋友圈都知道了 大家觉得这个好玩 所以有时候 它并不一定认为这事是有多大意义 但是大家都在做 好像你不去做都融不进朋友圈的感觉 就跟那个保安杯一样 这还挺酷的嘛 一群小孩我就拿个保安杯 其实很帅 还是想追求跟别人不一样 是吧 我觉得保安杯的流行主要是两年 因为保安杯做的好看了 以前大家不愿意拿嘛 中国有没有分哪个地方特别朋克养生 肯定是一线城市吧 不一定不一定 大包邮地区江州户 他们养生是有一套按照使令来吃东西的 我觉得不要说过去的那个讲究不一样 然后什么时候要进步 就是他们是 他说朋克养生 一样的一样的 现在年轻人也是啊 掐着节气就挺朋克的呀 我觉得我见过的两个特别典型 一个是北京的朋克养生说 在街头戴着那种什么口罩啊 就是那种特别 特别叫什么什么口罩来着 防埋的口罩 对 然后拉下来 掉根烟 掉根烟 这是一个我特别印象深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四川呢 你说抽烟的那个 我想起来说是看到报纸上 说抽烟致癌 下都把报纸借了 对啊 就是这样 然后呢四川是说好 我特别讲究这个饮食啊 要吃清淡啊 要吃什么好的食材啊 然后呢 一锅全放火锅里面 然后就说看到 你看所有的那个蔬菜嘛 特别新鲜 特别好的蔬菜 放在那个火锅里面 一捞起来全是油 对 还都是老油 一定要沾上那个油才好吃 过来还得放到芝麻油里面 对 我觉得四川人真的挺朋克养生的 你想他那个就是 因为说湿气大嘛 所以我吃辣椒要除湿嘛 对吧 就是三高随便过 然后湿热心中流 就是白天打打麻将喝喝茶 晚上照样吃的很油腻很辣 但如果你们从这个角度是这样 那按我对朋克养生的理解 我还是认为是一线城市 我接触到的 年轻人他们还是比较西化吧 他用的是养生这个词 他用的是科学的那一套 对 他只是今天比如说很累什么 他会采取一些方法 比如说生酮饮食 对 他比如说断点这断点那 他就会用这种方式来 对 还得 你说的对 这个是两套理论 两套的 就是说那个 保健食品 对 有点食品 不吃不可能的 一定要吃 吃完以后第二天我屁股了 可以喝酵母 什么我清断食 你听到我们讨论酵母的去听了 我吃这个玩儿 我吃那个玩儿 这就是朋克养生 你是个朋克养生的人吗 我不知道 但是我是生酮饮食 那应该算吧 但我又喝酒了 但是你今天这个就破气了 因为这个忍不住了 这个在这香味不停地瓢过来 是的 就是好吃在当前的时候 就下一顿再说吧 喝今天的酒上明天的干 我是觉得人的大脑吧 它需要奖励 因为有的时候 我有几样东西 又受到我30年的减肥历史了 就是说当我不吃碳水的时候 有一天我坐在那 我说哎呀 我心情真的好低落 然后就是说 心情怎么能这么差 你想 对因为我没吃主食 然后呢 这个也是 就是说 我真的太低落了 算了 你给我一洋葱圈 因为这个确实是 因为我们的大脑 是需要葡萄糖 对 来动能的 每天 就是你什么都不干 你是不动了 每天都不干 每天大脑需要120克的葡萄糖 120克葡萄糖意味着什么 120克淀粉也是一样的 消化之后也成了葡萄糖 如果你缺乏这些的话 它的葡萄糖不足 你就大脑就会感到不舒服 所以说生酮饮食还是有一点问题 对 生酮饮食的问题还是比较大 就是情绪低落 不过没关系 因为你也不用脑子 但是我是这么想 我采用生酮饮食 但是我知道人的意志力极其薄弱 虽然我采用生酮饮食 但我几乎每天都会一不小心就吃到 比如今天这种 对吧 人家说不给你多夹 你还是忍不住夹两块夹两块 我觉得这个就够 我觉得这个够120克 所以说你要真正去享受这种美味的话 你应该控制量 就是你吃的比较少的时候 你就永远让它很少的一部分 能够满足你的 对让你嗨起来 让你感到愉悦 那我是对的 就是我一种偷偷吃的这种 马上就找了一个心理 就是偷吃最好吃 我觉得是一个放纵和你节制之间的一个关系 就是我会总量控制 就是面对这种好吃的时候 就是尝一口 适可而止 对啊 好理智啊 大家通常做什么垃圾食品啊 什么羊块菜 这个东西我今天吃了 这种饮食中多的东西 我明天或者说下一顿 我会有意识地去避免 然后就补那些就是更合理的 这是科学嘛 对 我是挺怕跟就是 比如说正在健身的人 或者是正在吃素的人一起吃饭的 跟他们吃饭 我觉得好辛苦啊 就是首先点菜的时候 会限制我很多选择 我为了照顾他 我都有很多东西不吃 然后不吃的情况下 他还要一直地跟我说 你要像我一样吃 你才能好 其实吃素是很大问题的 其实吃素是有点问题的 我反正印象当中觉得 纯素的人好像比较严肃 我看过一个调查 就是说中间省略各种理论分析 就是说吃素容易让你性格很偏执 反正后来我也不能说 所以我说吃素的人严肃是 好像是有道理的 就是因为他一定要说服你 我觉得可能这个因果关系 有问题的 这个因果关系 应该是这些偏执的人才选择了这个 那健身餐呢 因为现在健身餐我觉得特别贵 它的一点就是标榜说 我的这个东西是按照你每日所需 三餐搭配 人和人不一样 这个 健身餐现在有几种 有一种就是那种 就是纯沙拉那种什么用来饿你的 用来清肠的 还有一种是什么告诉你每天蛋白 然后什么糖分脂肪要搭配的 然后他再健个身跑个马拉松 对吧 一定要发那种跑步路线图的那种 对 发跑步路线图 吃健身餐 那个发明的很好 那个东西做这个的人真是个天才 那个是一种身份的焦虑 就是找自己 就像你刚才说这个成了一个身份阶层的象征 就是说这个健身餐就特别特别贵 实际上那些东西在我们看 比如说我拿那个健身餐 我看好 它用的是这些原料 营养成分是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说这个东西大概值多少钱 但是它的价格可能它的十倍甚至十倍 实际上在生产上的话 我们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一条生产线生产两个产品 一个是卖给这些高档人群的卖得很贵 另外一个是卖给这个普通人的卖得很便宜 生产也是一样的 所以它其实也很精准地找到了这一层人 你愿意花这么多钱吃这个东西 那你就是这样的人 就像有一段时间 北京流行的健康早餐 打开里边花红柳绿的那种 其实全是一家快餐公司 也不能说全是一家吧 反正有数的那几家 谢谢 谢谢 这个熟一点 好想拍照 那等一下我给你点 哎呀 要冻筷子了吗 是吧 然后我介绍一下吧 整盘子里都是我刚刚说的油炸的食品 这个垫在我们的压胸底下的呢 就是我们油炸的这个奶豆腐 旁边红色这个酱汁呢 就是我们贵州的辣椒面 和我们四川辣椒油 然后炸了之后去打成的酱汁 那那个米丸子呢 它外面裹了面包糠是米 那里面是有老北京的灌肠 和这个芝士 花树里拉芝士 你在其他地方还能看到 孟阳老家的这个菌类的 比如说香菇啊 蘑菇啊 然后包括还有老北京的这个爆肚 全部用油炸的形式去做 这个是你为了这一期节目 特意创意的吗 对对对 特意创作的 很前没试过这样 没有没有 这是第一次面吃 哇 好好吃 对 大丸子 这个法师鸭胸的做法 基本是先煎再烤 然后今天是炸 对 我第一次见炸米 炸糖咱们先说的 然后炸米 辣椒也很好吃 哇好美啊 这辣椒很棒 这个鸭肉一定要非常多汁 整个盘式的呈现呢 不是油炸了一大盘 然后没有摆盘的形式 我使用了这个法餐的 这个盘式的这个形式去呈现 米丸子太过分了 到最后 到最后 Brian觉得很难过的点是在于摆盘没有人夸 所有人在说米丸子 没有 我再一直在夸 你这次不用把你拿来 一直在喊 我没有带手机上桌子 我觉得我靠这米丸子我就能活好久 嗯 嗯 看着怎么样 好好吃 我觉得它这个酱确实是非常的好 谢谢 谢谢 这个还有吗 我能打包一罐吗 可以可以 这抹馒头片都好吃呀 对 已经打包好了 嗯 你看没人敢说 是不是酱好吃 酱好吃啊 好吃啊 而且它这个真正就是那种传说中的世界美食 对吧 非常想过了 陶醉在这个油炸的 好吃起来 嗯 我们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会把那些油炸啊 就是重油 重辣啊 这种叫做解压食品 嗯 真的碰到好的食物应该就是这样吧 我们之前说过就是说 有好多餐厅他进去 你看到他的菜的第一眼 你就知道你自己高兴不高兴 对 今天这个油炸真的 油炸好高兴 往这儿一坐就开始觉得 啊 好开心 今天这一期这些玩意儿 运动员不能吃吧 运动员 就是不运动的时候可以吃啊 我觉得运动员还不一样 运动员吃东西太复杂了 有营养师给他说这样不能吃那样能吃 好辛苦 他不能外边乱吃的 对对对 他那些都配套 反正这期我看见是有点心情澎湃的 这个一看你就觉得就崩溃了 对 因为他们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爱吃油炸食品的人 又来了两种人 还有一种是假装不承认 假装这样吃 对 这个比甜食对我冲击力 就是完全不可能 要要大得多是不是 就特别想吃这些东西 你拿嘛 你想吃哪个你拿 不用拘准 余永兴老师拿的这个就是 纪录片里面的那个马戒修球 澳门的一个美食 马戒修是他的那个就是腌制的血鱼干 翻译过来了叫马戒修 他就外面裹了一个东西然后一炸 看那个画面 然后听见他油炸那个声音 我都受不了 都没闻见味儿呢 你来一种马戒修 我先吃哈 吃哈 有一种充满了罪恶感的生猪的手 还行 我们断碳水的人可以随便吃 哇 我觉得小时候对那个油炸食品 欲罢不能 因为我们家楼下有一家卖炸洋芋的 一个大油锅 然后那个狼牙土豆切完了之后 就下去炸 你在旁边等 这个炸土豆可能是全国各地最时髦的 最接地铁的 永不过时 而且 对 这么多年了 从我这么高 然后到现在回去还是开着呢 对 而且全国各地现在出现的古镇里边 除了烤鱿鱼就是炸洋芋 土豆条 对 倒出故事 我们小时候没那么好 就是炸串 学校门口 五毛钱一串 一块钱一串 炸一切 一般来说就是豆腐 那个串上都穿什么呀 豆腐 馒头 真的炸一切 和腿肠 还有和腿肠的 挺高级的 有五毛钱的和腿肠 一块钱的和腿肠 五毛钱的这么粗 这么长 一块钱的这么短 这么细 那为什么 你就知道五毛钱的那个肯定有问题 但我们还是吃五毛钱的 一块钱可以吃两次 对 一块钱那个是比较正常的 就是咱们听说过的盘子 但是你买五毛钱就可以享受两次了 那个你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你们家最保留的一道油炸食品是什么 我们家 肉串吗 不不不 其实是这种类似这种的果条 内蒙的用牛油红糖面做的炸的也是 像在我们四川的话 就是所有的时候过年什么的 就会炸丸子和酥肉 对 就是那个是一直会炸的 丸子和酥肉 就是过年 但就是过年 过年舍得用油 对 过年什么那种浓身的夜食 一锅油可以炸不停的 对 然后炸碗子 然后还点胡萝卜的 然后炸五盒 炸带鱼 炸带鱼太高级了 炸带鱼也是我们过年吃的 平时那个费事就是洗带鱼太费事 那内蒙有带鱼 就是对 就过年吃 因为它冬天有 这个其实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带鱼也不是什么名贵的什么好鱼 对吧 其实我们是只能吃到带鱼 对 所以是比较大众 带鱼已经是一个很公平的书 反正谁都吃不着火的 对 就是在冬天可以储存的时候 又洗又弄 然后炸 特别好吃 哇 是整条的吗 整条是吞剑 你不要吃炸的鱼 是不是你能做过那个什么动态 用来的 对 我之前听高晓松有一期节目里面 他专门说过油炸这个事 他说好像老北京所有的就是他小时候的记忆 都是跟油炸有关的 就是所有东西 你代表觉得好吃的 肯定是油炸过的 对 因为油炸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它拉平了对食材的差距 好一点 差一点 炸完以后都差不多了 对 然后还有一个 王硕当年的小说里有一句话 就解释了这个 就是说 我跟你说 就是土磕了 果油炸一下都好吃 都能炸 真的是炸一切 对 炸一切 今天麻花怎么还有两大盘 还长得不太一样呢 尝尝这两种麻花 好 两盘都要吃一口是吗 那我喜欢炸的比较透的那种 什么